让我们南投中心新春小镇艺术节 在各位的祝福当中 十天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由南投县政府与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 共同主办的南投中心新春小镇艺术节 与中心新春大操场举行 活动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将台湾丰富文化样貌予以精彩呈现 期间汇集26个以上台湾优秀艺文团队 并有各社区的表演活动 节目相当有看头 我们县政府文化局 跟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 共同规划小镇艺术节的活动 其实我们都了解中心新春 已经没落好久 那从整个中心新春环境来看 它目前是全国最优质的一个社区 尤其行政中心 帮动省之后 也让整个环境更加适合一般旅游大众喜爱 因为这里有利盈又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甚至于草皮也都非常多 所以利用这个场地来规划 意识文化活动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所以我们配合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 在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思考 要用什么表演团队来做展示 我们思考结果还是邀请 26个全国目前在过地在演出的 最优质的团队来当主族 那另外为了呈现多元的文化 我们把县内尤其文化局 这些天来在福岛的一个有城的社区 来做一些表演活动来搭配 应该可以让活动更为精彩 甚至于更为在地化 未来也希望更加落实在每个区块 也让我们多元文化在南投 呈现的是在地最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也希望这项活动在大家的喜爱之下 能落地生根永远发展 有花园城市美名的中兴兴村 绿树 林蔭是此处特色 假日更是单车族 亲子踏青的好地方 今年小镇艺术节在中兴兴村举行 除了舞台表演 社区艺文展览 街头艺人 社区文创 还有农特产品市集 小镇艺术节是文化部指导 那今天非常荣幸 幸好在南投县政府团队的支持 出钱又出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是众望所归 因为大家一直推荐 中兴兴村 因为以前是花园城市 它有它过去的风华 那我们也觉得 那这边也经常办理一些大型的活动 像是农博跟插博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本身就是一块 办理大型活动 非常适合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是 几乎是不做 第二个场地着想 就是规划在这边办理 那承袭过去之前办的经验 那我们今年是有定一个主轴 就是多元文化 那定这个主轴的意思 就是希望说 透过这个主题的呈现 能够让中央跟地方之前平常在推动 社造跟纯粹文化的发展 这个成果 能够被大家看到 那另外也是希望说 各个不同的族群 透过这个平台 他们的展示 能够有更多互相了解 跟互动的机会 议员赖燕雪认为 艺术与文化最具有感染力 期盼藉由此次活动 能提升中兴新春的风华 与泄民艺术及美术涵养 但此次行销却略嫌不足 盼在往后的展出期间 相关单位能够加强行销 特别来参加我们 中兴新春小镇艺术节 我想这个活动勾起我特别的回忆 中兴新春的一个繁荣的过去 现在呢我们更希望说 见证未来能够风华再现 所以我们政府单位 不管是我们的彰化生活美学馆 县政府文化局 好多的社区协力单位 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期盼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 艺术文化的一个推动 能够唤起我们对中兴新春的一个 记忆跟点点滴滴 我想中兴新春可以说是 全台湾最美丽 最唯一没有污染的一个净土 我们期盼说政府能够透过 我们文化的一个软实力呢 来做一个铺陈 让我们的中兴新春 能够脱胎换骨 让我们风华再现 尤其是今天的一个小镇艺术节呢 非常的有创意跟创新 来自我们各社区据点 社区的一个活泼的一个伙伴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有静态跟动态的活动 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 宴旭也相当重视这个区块的推动 所以我们希望说艺术文化是最能够感染人的 中兴新春的一个风华再现 也期盼说透过这样节目的一个铺陈 能够行销多一点 那么我看今天 好像是显然有一点行销方面 不太的足够 我们希望说这十天能够加把劲 再能够推广一下 让我们的更多的乡亲 能够知道中兴新春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更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跟乡亲 能够有安定的生活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跟节奏呢 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兴新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前景 南投县浮原辽阔 观光景点多 透过办理活动 也可行销在地文化艺术 因此结合文化部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 南投事工所 民间单位 盼提升县名艺术及美学涵养 创造在地观光 吸引国内外旅客 行销美丽的南投 我们这一次非常难得 能够争取到文化部 彰化生活美学馆 给我们一笔非常庞大的经费 到中兴新春来办 南投小镇的艺术节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过去是在各县市办 那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争取 主要是 我们南投呢 本来艺术文化呢 就非常的发达 那我们希望说 藉由这一次的活动呢 能够在跟我们南投的这个艺术 跟文化界能够互相来做一个交流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 主要呢 我们是邀请到全国 总共有26个以上的团队 来参与表演 那另外呢 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在地的表演团队 那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了 我们南投县的很多社区 他们有很多的剧场 那里面也有一些表演团队 我们请他们共同来参与 一方面 让民众感受这种文化艺术表演的 这种热闹活泼的气息之外 那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展现我们南投社区的活力 那把我们南投的各方面的 这个能量 能够把它散发出来 为我们南投争取到 更多的能见度 那也能够吸引到 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南投 这是我们共同目标 那因为在林明珍县长 他的主政之下 他是以观光为主轴 但是在这个观光主轴底下 其实他包含了文化、教育、生态、艺术等等 那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那环绕在林县长他所推动的观光大县的 这样一个主轴之下 那共同大家来结合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希望把南投全方位的这种 这个整体的这种特色 能够来对其他的地方 来做一个发送 那为南投争取更多的效益 摊贩表示 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 及彰化生活美学馆 举办此次的小镇艺术节 也让他们借此机会 能够将自己所生产的农特产品 在此展示 这次艺术小镇能够在中心新村举办 让我们可以享受小镇的这些休闲 慢火的这些气氛 那也感谢彰化生活美学馆 在我们中心新村 办这么盛大的一个跨县市的一些美学的一些展览 那我们知道中心新村 这边的空间很适合来这里散步休息 然后有这么多的表演可以在这里 希望各位民众可以来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了很多地方的美食 还有农特产品 也对地方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提升 也很有帮助 因为毕竟来这边看看走走 也可以吃一些 然后买一些伴手礼回去 那我们来这边除了可以玩 可以观赏 可以放松以外 还有一个很好的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 大家都可以互相得到一个很好的利益跟协助 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是算是一个跨业种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我觉得对各个部分来讲都有一个很大的益助 那我们是从民间来的幼稚精油产品 那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多元的开发 那我们开发到现在已经跨越九年多了 那这一次也是代表我们民间乡的一个农特产来这边参展 我们民间乡呢也举办了伴手礼展 把我们地方在地特色产业再把它用力的推送出去 摊贩也介绍了自己所带来贩售的农特产品 也盼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举办 让他们有机会将产品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这个香菇是在高海拔的一个叫做段木去做的 当然它也是要郡种去把它压到那个 它有固定的那个洞口里面去 然后它就会长出 时间到它就会长出那个香菇 然后香菇它就是都不大 但是都很香这样子 那有一点像野香菇的那种味道 那这个都是在高山才有的 那现在都是那个包心做的那个叫什么 香菇啊都不是很香这样子 然后这个素肉也是香菇头去做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原住民早期的时候 它是不会做这个因为有机器 所以就完全就是整只可以把它吃掉 那现在的话因为符合现在的一个趋势 就是有人吃素不吃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素肉丝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泡那个冷泡茶 也是我们梨山那边的冷泡茶的茶 就是说它可以热泡也可以冷泡 冷泡的就是这样子比较单清香这样子 中兴新春环境优美并拥有花园城市的美名 将艺术节办在中兴新春是最适合的场地 议员佑洪达认为举办小镇艺术节 不但可创造在地文化观光实力 也能活化南投市社区的发展 有我们的小镇艺术节 结合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尤其我们的社区 跟到我们的爱好 舞动运动的好朋友 在这里共襄盛举 尤其在我们中兴新春这里 这么好的环境 好山好水 还有我们这里豐富的小镇家 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来 推荐到我们各位好朋友 当然我们文化局也就到 跟我们地方结合 旁边也要提升我们南投县的 是一个观光首都观光大县的目标 所以说我们真的多的朋友 不管是时爱 我们来我们中兴这里出头 运动包括 游赏我们这些环境的好朋友 尽量来我们这里出头 期盼小镇艺术节活动的举办 能行销在地文化艺术特色 提升泄民艺术及美学涵养 行销美丽南投创造在地观光价值 民意新闻林家会装明军 专题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好